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总裁德拉基表示是最后一波 欧股涨幅收敛后翻黑 欧元则是止跌回升 而国内中央银行分析台币难守33块价位 2月营收正商只有11家创新高 不过瓦城 维生等企业不受工作天数少 还有南台强制的影响搅出了亮眼成绩 台积电营收月减16% 不过本月看增两成 而鸿海2月少了一成多 今年则是会倒吃甘蔗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同样是 欧洲央行扩大QE 下调三种利率 其中存款利率降到负得0.4% 每个月购债规模增加到800亿欧元 工商时报头版新闻还报道了 央行总裁彭淮南松口 降息可以阻挡热钱 前见国造 中刚说准备好了 另外 假如NBA球星林书豪来台交篮球 劳动部愿意松绑